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吧 我曾经怀疑过原方 怀疑过大友 甚至我还怀疑过李二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 腹蛇面具下的脸终于浮现出来 可这也是敌人杰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在前一天 在陆大友的带领下 发现山里的洞穴出现很多尸体 于是连忙赶到幽州府汇报给敌人杰 原来这些山洞都是在封山之后出现的 为了一探究竟 敌人杰决定明早就出发前往 并且留下敬辉照看府内的事物 若不是明暗紧急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的 这副重担就交给你了 随后敬辉和陆大友就出去了 敌人杰则独自走向一处房间 门外的身影似乎在监视着他 敌人杰缓缓打开一处抽屉 里面躺着的居然是李二 原来他一直都没有死 而是被敌人杰给秘密藏了起来 次日敌人杰带着卫队出发小莲子村 留下的敬辉则看守府内事物金木兰那边 得知刘金已经被暗杀后悬着的心眼放下了 但附蛇告诉他李二还活着 于是便要求附蛇立刻去把李二给解决 幸好敌人杰已离开游州 这正是个最好的机会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府内的敬辉正在要求士兵们提高警惕 接着来到园方房间 看见敌春正在给他喂药 便出去其他地方寻查了 园方等人都走后 便睁开眼睛走了出去 这晚注定是不安宁的一晚 附蛇换好装后来到李二所在的房间 可打开抽屉却发现不对劲 便用剑直直撕了进去 此时抽屉里的园方伸出链子刀 被附蛇一个翻滚躲了过去 看着眼前移动的抽屉 附蛇拿着剑就冲了上去 却被里面的园方打得节节败退 这可能是附蛇最弱的一次吧 紧接着房梁上的园方再次偷袭 接连两脚把他踢翻在地 没想到吧老朋友 我们又见面了 敌人杰也缓缓走了出来 这次终于可以知道面具后的人是谁了 在掀开面具后 没想到这个人是静辉 敌人杰也没有感觉到惊讶 因为这和他的猜想完全一致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大命之事 皇上对你天高地厚之恩 你不到四十五岁就做了千牛卫中狼将 正四品下的官职 为什么 我不明白 胡静辉讲述起自己真正的姓氏师父 这让敌人杰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原来静辉是王皇后的后人 而早在四十五年前 王氏一族十五岁以上男丁 全部被武则天给诛灭 而刚满月的静辉被次性复发佩领男 十几年后便征兵入五改夫为虎 因为武艺出众被武则天提拔为将军 在明白了一切后 敌人杰也回答是如何怀疑上他的 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证人张老四 胡静辉 对 就是他 你刚刚吃下的是一粒百毒丸 想活命 老公堂上就不能胡说八道 退堂后就会得到解药 这让敌人杰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接下来就是那晚赵传臣被暗杀 在心脏偏左的位置发现了钢针 刚好静辉的站位完全符合 于是便有了接下来一系列计划 先是原方假装重步 至于脸色发黑 则是事先服了特制的药 接着又谎称去大连山村调查案情 实则是为了让他放下一切戒备 再用李二作诱饵引他上钩 自作聪明的静辉终究是敌步敌人杰 但是不肯透露半点幕后黑手的信息 敌人杰不想为难他 于是便选择放他离开 我今天之所以没找卫士前来 就是留了个退步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可再协助歹徒兴风作浪 更不可滥杀无辜 祸害百姓 静辉答应了下来 跌跌撞撞的他在临走前跪下了敌人杰 我也不知道